民国梦与民国 第二步 梦想两端 双子星的使命 第四章 伟大的袁世凯 袁世凯一生中三次当叛徒 留下三个不一样的结果 1898年 袁世凯出卖维新派 获得满清权贵的信任和赏赐 踩着谭四彤等人的尸体 飞黄腾达 行为卑鄙 1911年 袁世凯出卖整个朝廷 获得操控天下的机会 行为伟大 为何 答案还是老一套 历史契机 1898年 袁世凯出卖维新派的行为 给国家带来混乱 给国人带来灾难 1911年出卖朝廷的袁世凯 终结了混乱不堪的局面 若干年之后 袁世凯又要出卖中华民国 结果把自己卖了 甲午战争之后 孙中山完成从杰出到伟大的提升过程 袁世凯则从卑鄙晋级到伟大 孙中山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革命 建立自己的事业 袁世凯因为新建陆军的壮大 而成长为庞然大物 孙中山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袁世凯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义和团闹起 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 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 动乱之源 但袁世凯上任之后 硬生生稳住了山东局势 更神奇的是 八国联军进中国 袁世凯管理下的山东处于前线 是列强出兵的主要借口之一 竟然平安无事 为何 达约 能力使然 袁世凯的所作所为 让朝廷精英刮目相看 锤色的李鸿章 从袁世凯身上 看见大清帝国延续的希望 中华帝国延续的希望 看见君权梦延续的希望 所以在他最后时刻 还在向朝廷推荐袁世凯 如同六十年之前 尤灯燃尽的林泽徐 推荐左宗棠 然而 精明的李鸿章 并没有看透袁世凯 袁世凯是君权梦的信徒 却绝不会为大清帝国陪葬 慈禧太后同样看好袁世凯 提拔他担任那个时代 最重要的一个官职 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 此后六年 袁世凯在那个位子上如鱼得水 实力大大增加 比起同一时期 在各种起义中失败的孙中山 袁世凯的表现更为优秀 袁世凯 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 由于袁世凯的能力过于突出 实力膨胀过快 真正能震慑他的人 只有慈禧太后 然而很遗憾 慈禧太后已经老去 满清贵族 非常担心袁世凯变成曹操 那种情况下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杀了他 要么随他去折腾 但事情必须在慈禧太后 活着时完成 慈禧死后 没人能奈何袁世凯 慈禧本身也很矛盾 满人贵族的金粮 他是知道的 杀了袁世凯 满人没办法控制江山设计 晚清能苟延残喘到新海年 完全是慈禧重用汉人精英的结果 所以慈禧只能冒险把袁世凯留下 1907年 孙中山折腾最猛的那年 朝廷把袁世凯调到北京 当兵部尚书 调虎离山 接下来怎么样 就看天意吧 天意 所谓天意之一 慈禧指望接班人可以嫁与袁世凯 慈禧太后死前 安排三岁的溥仪继位 让溥仪的爸爸光绪皇帝的弟弟在封 为摄政王监国 在封也不能说没有能力 但绝对没有嫁与袁世凯的能力 在封名义上是皇帝的爸爸 实际只有25岁 相貌堂堂 帅气堪比多尔滚当年 比起文武全才的多尔滚 在封既没有下基层磨练 也没有特殊的才华 热血常常淹没脑细胞 袁世凯年近50 20多岁就在朝鲜独挡一面 所以两人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在封和光绪皇帝关系很好 光绪皇帝痛恨袁世凯入骨 据说光绪死前给在封密诏 让他杀了袁世凯 曾几何时 在封动过杀心 但是很遗憾 要杀掉袁世凯那样一个庞然大物 需要很大的魄力 在封没有那个魄力 北洋军系刚有点闹事的苗头 年轻的在封就放弃了那个想法 但又嫌袁世凯碍眼 于是在封就找借口让袁世凯走人 在封的理由很搞笑 袁世凯的脚不舒服 要回老家养病 袁世凯心中一百个不情愿 但还是下跪感谢黄恩浩荡 回到河南巷城钓鱼 在封多么希望袁世凯一直钓鱼 然而任何时代的最强者 都不会一直在乡下钓鱼 袁世凯也不会 所谓天意之二 慈禧指望袁世凯能向曾国藩和李鸿章那般 为朝廷鞠躬尽瘁死而后裔 比起曾国藩 袁世凯能力上并不差 但他没有曾国藩的修养 绝不会向曾国藩那般 配合慈禧太后自愿身败名裂 比起李鸿章 袁世凯能力也不差 但绝不会为了朝廷 背上千古骂名 也就是说 袁世凯很有当曹操的前置 近代史上和曹操最像的人 就是袁世凯 当初曾国藩在咸丰皇帝那里 也做过冷板凳 但依然兢兢业业 袁世凯可不是曾国藩 也不想做曾国藩 他只想做他自己 1884年 二十多岁的袁世凯 在朝鲜的乱局之中看到一种可能性 大干一番事业的可能性 于是通过一系列卖力表演 他迎来主导朝鲜十年的机会 甲午战争开打 袁世凯巧妙脱身 并且利用战败的局势 得到鞭炼新军的机会 1898年 三十多岁的袁世凯 在维新变法的乱局之中 看到一种可能性 晋升帝国中枢 飞黄腾达 所以他出卖了维新派 势力急剧膨胀 一发不可收拾 1898年之后 朝廷腐朽 李鸿章老去 真正的精英 只有袁世凯一人而已 1911年 五十多岁的袁世凯 看到另外一种可能 掌控天下于首长 既然朝廷拿革命党没办法 为何不利用这个微妙的局势 拿下天下呢 两百多年之前 爱新觉罗家族 就是利用明王朝 拿农民起义没办法而入关 要说卑鄙 当年的爱新觉罗家族 也好不到哪里去 对深安政治之道的老狐狸而言 政治选择的依据是历史趋势 要说区别 也就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动作 在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层次中完成 袁世凯涉及到历史周期律的第三个层次吧 袁世凯面对的革命党人 虽然换了一身衣服 多读了点书 说到底也就是和朝廷过不去而已 和当年报名的政治诉求一样 当年的李自成还能到北京逼得崇祯皇帝上调 如今的革命党连北伐的能力都没有 操作起来更简单 所谓因果循环 自有天意 天于我 若不取 那便有为天命 伟大的岗位 本人把这本书命名为双子星的使命 本人在本书序言里说 他们是一种竞争关系 竞争一个罕见的岗位 历史设计师 从大的格局看 生命的过程 其实就是在吃喝拉萨睡的过程中 生老病死 毫无区别 之所以有历史 就在于这个过程中 不同的生命处于不同的岗位上 好吧 我们周边有各种岗位 我们一生会从事各种岗位 多数人一辈子都是马前足 出卖力气 仅仅为了生存 少数人一辈子管理马前足 使用头脑 有机会享受生活 极少数人的一生中 有机会掌控国家机器 举手投足之际 可以决定很多人的前途 财产甚至命运 仿佛高在云端 他们有机会进入史书 以伟人 能人 强人 或与之相反的角色 但他们并非是史书的核心 史书的核心 就是那个岗位 历史设计师 设计师这个职位 各行各业都有 历史设计师则非同一般 因为他们的工作对象 非常特殊 设计体制 他们成功 便名扬千古 失败便落下骂名 体制 一个话题很多的词汇 一个很现实的话题 古往今来 每年都有很多人 用各种办法往里挤 挤进去 就意味着生活有保障 能占有一席之地 就意味着可以畅想高品质生活了 那么设计体制的人该如何呢 前面说过 中国历史 只有两次半 体制变更 刨开能力不坦 机会本身就不多 先看看 之前的体制设计师都是哪些人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 扮演过那个角色 他回顾过去 面对未来 决定帝国体制 为君主专政 奠定了帝国两千年之基础 汉武帝称雄之后 扮演过那个角色 他回顾过去 面对未来 决定弘扬儒家意识形态 此后两千年 儒生为帝国之主流 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后 扮演过那个角色 他回顾过去 面对未来 给大唐帝国带来滚滚雄风 他如今 依然在国人思想深处吹着 宋太祖创建宋帝国之后 也扮演过那个角色 他回顾过去 面对未来 决定杯酒士兵权 建立文官治国之制度 然而 他们都过去了 他们的辉煌 他们的缺陷 都存留在史书中 现在轮到了孙中山和袁世凯 他们有机会 成就一番盖世功勋 有机会名扬神轴打地 如果干得好 就没有后来的那些大人物 干不好 则由后来人继续干下去 直到有人干好为止 孙中山原本占得先机 但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团队而失败 我们说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失败者 他的伟大在于 实践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 他的失败在于 无法实践民权和民生主义 实践民权主义 首先需要稳定局势 孙中山连决定国企的权利都没有 现在轮到袁世凯 伟大的技巧 袁世凯了解朝廷的虚弱 也看到了革命党人的虚弱 两个虚弱的利益集团对立 造成混乱 只要终结双方 就能掌控天下 就能带来和平 成就伟大 和孙中山比起来 袁世凯没有三民主义 没有反清领袖的头衔 没有西方背景 但袁世凯有一样东西 自己的团队 任何人的任何理想都需要团队实践 乔布斯的构思虽好 但如果没有苹果公司 他可能会尽精神病院 三民主义虽然诱人 但没有强有力的团队支持 没用 如果没有袁世凯的配合 孙中山连最基本的民族主义 都无法轻易实现 所以孙中山很伟大 也很孤单 袁世凯的团队就是北洋系统 包括北洋新军和一帮文人 军队是国家的支柱 满人得以统治天下两百多年 是因为早期的八旗铁骑天下无敌 八旗腐化 清王朝衰落 所以剿灭太平军需要乡军 好在曾国藩是儒家大师 甘愿为孔子 为大清解散乡军 李鸿章填补了曾国藩的空缺 他的怀军在甲午战争中毁于一旦 随后 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就成了新力量 袁世凯就凭借这么一个强有力的团队 玩弄天下于鼓掌 那么 他的团队表现如何呢 话说 满人精英英娼 胆小如鼠 朝廷被迫让袁世凯出山 出山之前的袁世凯已经看准天下局势 决心定顶江山 他的策略只有一个字 巧 他要巧取 他要巧取天下 用最少的代价达到最大的目的 所谓巧取天下 就是要让不想丢掉天下的朝廷 把天下主动送到自己手中 所谓巧取天下 就是让想要夺取天下的革命党 主动把天下送到自己手中 这是一项难度很高的工作 需要高超的技巧 袁世凯打算去挑战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朝廷被迫请袁世凯出山 袁世凯表示 脚还没好 朝廷再次表达诚意 袁世凯表示脚还没好 朝廷再三表达诚意 袁世凯的脚好了 但袁世凯没有马上去北京 而是施展了巧取天下的第一朝 让冯国璋去武汉 目的有二 给朝廷吃一颗定心丸 同时杀一杀革命党人的锐气 表示自己的存在 1911年10月27号 武昌起义第一枪打响的第17天 奉袁世凯之命的冯国璋 统帅北洋新军进攻汉阳 齐碧榜 李纯 王湛元等人 准备就绪 开始进攻 当时的革命军声势阵亡 但仅此而已 比起北洋新军 革命军武器落后暂且不说 还有关键时刻有人离队的传统 不论黎元红还是黄兴 都无法有效指挥军队 双方进行了四天的拉锯战 革命军统帅从黎元红变成黄兴 依然没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11月1号 冯国璋占领汉阳 放了一把火 把最繁荣的街区烧成灰 付出之后的袁世凯到武汉 把冯国璋夸奖一番 但他的真正目的是 谋求与黎元红和黄兴和谈 一边杀革命党的人 抢革命党的地盘 一边谋求和革命党和谈 这种事只有极端精明的人 才能干得出来 也只有袁世凯能干得出来 当然他并不是要立刻成功 革命党那边 黎元红派秘书见袁世凯说 要和谈 要让皇族另置一地 不要管汉人的事 黄兴则建议袁世凯灭了皇族 开中国一天天地 成了 就是中国的华盛顿 输了 也是中国的拿破仑 袁世凯笑而不语 接下来两周陷入可怕的沉默 其他地方的形势有利于革命党 南方省份纷纷宣布独立 朝廷在干什么呢 其实已经没什么事可干 10月30号 朝廷颁布最己诏 承认用人无方 施政无数 手水太多 办事太少 总之一句话 朝廷很混蛋 求求天下人再给一次机会 如果恳求有用 当年崇祯就不用上吊了 11月13号 袁世凯回北京 拜见龙玉太后 40多年前 曾国藩灭了太平军去北京见慈禧 同意解散乡军 袁世凯没有那觉悟 他是要权柄去了 包括在封在内的满清权贵 亲自出面让他阻隔 袁世凯答应 并发誓永远忠于清王朝 估计他自己都不信 满人希望让袁世凯拯救他们 袁世凯则希望通过重新组阁 忽悠革命党 袁世凯组建的内阁成员 基本全是汉人 已是朝廷改革的决心 如果十年前有如此力度的改革 搞不好中国现在还是君主立宪 那是光绪皇帝和康有为 做梦都想要的局面 而袁世凯选择帮助慈禧太后 破坏了局势的进展 这些能忽悠革命党吗 别人不行 袁世凯可以 极端精明的袁世凯 又利用革命党的存在 把满清元老全部逼退 当然了 袁世凯表面上并没有逼他们 只是告诉他们 前线紧张 革命党凶残无比 需要黄清贵族上前线鼓舞士气 那些老人家一听要上前线 立刻表示身体不好 需要疗养 比方说一框 皇族的标志性人物跑得很快 和袁世凯很默契 革命党一看 袁世凯如此能耐 觉得可以利用 双方继续接触 然而 袁世凯的根本目的是要让革命党人屈服 袁世凯认为 如此一番作为 基本上满足了大多数汉人的政治诉求 比方说梁启超 曾经是袁世凯的死敌 也和袁世凯和解 到政府部门上班 为压服革命党 袁世凯让冯国璋再次出击 11月21号 冯国璋指挥北洋军进攻汉阳 黄兴指挥革命军拼死抵抗 北洋军已经拿下汉口 再拿下汉阳 就占领了武汉的三分之二 对革命军而言 武昌也将不保 战况相当激烈 汉阳之战 重在争夺龟山 龟山之争 重在争夺三眼桥 双方在三眼桥拉锯五天 伤亡惨重 剧本还是老一套 革命军英勇无比 原本有机会胜利 关键时刻出现了懦夫和叛徒 损失惨重 26号 北洋军拿下三眼桥 向龟山挺进 随后兵分两路挺进汉阳 27号下午 冯国璋夺取汉阳 剧本还是老一套 老百姓遭殃 鲜血染红了江水 朝廷见冯国璋如此勇猛 赶紧颁发勋章 冯国璋表示感激涕领 激动之下 决定一口气拿下武昌 消灭革命军 建功立业 革命军退守武昌 还是老剧本 黄兴自我检讨 下面有人要跑路 但因为武昌 对于革命党相当重要 最后决定坚守 但士气低落 如果再战 徒增伤亡而已 袁世凯一看这情况 急电冯国璋停战 随后又让段祺瑞取代冯国璋 冯国璋满心郁闷回到北京 又发生了一系列诡异可笑的事 这是后话 袁世凯为何袒护革命军呢 当然不是他对革命党多么有好感 在他巧取天下的计谋中 需要用革命党逼退清王朝 这叫阳寇自重 朝廷让位之前 他绝不会让革命党灭亡 但革命党人也不是吃素的 也在对袁世凯施压 12月12号 各省革命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 经过一番扯提之后 决定成立南京临时政府 并推荐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如此一来 袁世凯齐了 全力进攻革命党即使成功 天下还是满人的 除非自己霸王硬上功 否则也就是曾国藩第二 如果任由革命党发展 那么天下迟早是他们的 自己反而成了前朝一老 怎么办呢 这是个难题 足以难倒这世界绝大多数 无限接近于百分之百的人 但是难不倒袁世凯 关键时刻 他拿出两样武器 决杀了朝廷和革命党 第一种武器 眼泪 1912年 袁世凯53岁 身材并不高大 还有些发福 精气神很好 但也就是那一年 他需要磨眼泪 眼泪是一种武器 柔弱无比却能克刚 心有政变 就是从慈禧太后磨眼泪开始的 这一招通常是女人对男人使用 弱者对强者使用 那一年的袁世凯 处在一个左右历史走向的位置上 手握雄兵 比拟天下 俗话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 以袁世凯的实力和能量 还有什么需要用眼泪解决的事呢 确切地说 袁世凯的眼泪是对着女人流的 她就是荣誉太后 光绪的皇后 慈禧的侄女 袁世凯复出之后 她是朝廷的脸面 1911年11月13号 袁世凯回北京祖阁 跪在龙玉太后面前 满脸真诚的发誓 永远效忠大清 之后一个月的时间 袁世凯和革命党暗通款取 红艳传书 把朝廷出卖了 1912年元旦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1912年1月16号 袁世凯在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跪在龙玉太后面前 流着眼泪请求龙玉太后 满足她的要求 如果是别的要求 龙玉太后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但是这事 不仅关系到他们母子 还关系到整个爱新觉罗家族 三百年的继业 如果可以选择 她宁愿自己死 袁世凯要求 轻敌训伪 龙玉太后不置可否 此后 袁世凯已担心遇此为借口 不再上朝 派赵禀君和梁世仪 代表自己和朝廷见面 二人威逼利诱 把英王查理一世 和法王路易十六 上断头台的故事 讲了好几遍 此后两周 龙玉太后 把满人精英召集 在一起开会 又是一片激愤 祖宗江山不能丢 叫骂 袁世凯无情无义 哭泣 对不起列祖列宗 就是没结果 好吧 从了袁世凯 一月三十号 龙玉太后 表示愿意接受 袁世凯的条件 二月三号 龙玉太后 首全权与袁世凯 和南京革命政府谈判 二月十二号 龙玉太后 颁布清帝训位诏书 1644年入关以来 存在了268年的大清王朝 进入历史 它是中华帝国史上最完美的模型之一 也是历史周期律中最后一个帝国模型 它是一个伟大的王朝 开疆阔地 奠定帝国之版图 即使末期失去大片领土 在家天下时代 对领土的控制力度仍然前所未有 它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推广土豆繁树 让国人数量大幅度增长 人口从不到一亿增长到四亿 它是一个悲哀的时代 当康熙乾隆为盛世而骄傲时 帝国已经在历史周期律中落伍 帝国时代那些完美的密码 在更高层次的历史周期律中 显得荒谬而可笑 它的优势成为烈势 它的专制封闭 让国人错失工业化的先机 导致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各种血泪 直到今天 我们依然在为错失工业化先机而还债 好吧 千秋功果 任由后人听说 第二种武器 枪 比起曾国藩和李鸿章 袁世凯仅仅用了几滴眼泪 就给朝廷送终 如果眼泪也可以分成三六九等 那袁世凯的眼泪成分极为复杂 既可以解释成伟大的就是主的眼泪 也可以解释为鳄鱼的眼泪 如果没有后来的那些闹剧 袁世凯不仅亲手为亲王朝送终 还开启了民国的大门 让中华民族在更高层次的历史周期律中拼搏奋斗 打开了复兴的大门 然而 那只是假设 所以 袁世凯的眼泪只是鳄鱼之类 为绝取权柄不顾一切 即便是鳄鱼对亲王朝而言 袁世凯也是一只比较温柔的鳄鱼 从历史更迭的角度看 袁世凯没有清算满清贵族 已经人质易尽 要知道 王朝更迭史上 前朝以老大多命运悲惨 当初满清入关 对朱鸣以老并不手软 对革命党 袁世凯直接用鳄鱼的锋利牙齿 2月13号 袁世凯表示拥护共和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 2月15号 南京临时参议员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之前 给袁世凯开出两个条件 第一条就是 袁世凯要去南京就职 袁世凯的势力在北方 革命党的势力在南方 孙中山想让南方的革命党人牵制袁世凯 然而这招并不高明 反而显得小家子气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 北京比南京更适合做国都 从大局看 还是应该定督北京 对孙中山的用意 袁世凯心知肚明 但还是一口答应 孙中山很高兴 赶紧派专事团到北京 接袁世凯南下 2月27号 以宋教人汪精卫 蔡元培为核心的专事团 到达北京 受到很好的招待 他们对袁世凯的印象很好 好吃好住到第三天 29号夜 享受各种美酒和美妙诺言的专事们 在美梦中听见枪声 他们柔柔眼 发现不是做梦 赶紧逃跑 有人连鞋子都没穿 原来是兵变了 奇怪的是 上街抢劫的丘巴们 束手束脚 不知道该抢什么好 未达到抢劫目的 甚至还专门找了一个顾问 但是他们却准确无误的 找到专事的住处 扯开嗓子吆喝 公保走了 大爷们没人管了 要造反 要兵变 要无法无天 所谓兵变 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心腹 未来的民国大总统曹坤的第三事 搞的 这是一出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 策划的闹剧 那枪声 击中了革命党的软肋 革命党 虽然是闹事的 却怕乱 后面解释 孙中山妥协 答应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心中黑黑一笑 跟我玩 差得远 三月十号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颁布临时约法 袁世凯完成巧取天下之目的 如此一来 天下暂时太平 各方面通力合作 就可以建设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 创建民国了 那是一幅看起来很美的前景 如果是文学创作 可以这么写 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孙中山 革命成功之后 舍弃权力 这份胸襟和气魄 不仅中国历史上没有 即使放在世界历史上看 也难以找到 即使华盛顿 也只是拒绝当国王而已 也只是两届总统之后 拒绝连任而已 如果是文学创作 可以这么写 伟大的袁世凯 以精彩绝伦的手腕 化解了朝廷和革命党之间的对立 用和平的方式 完成历史周期律之制度更迭 比起春秋战国打了几百年 方才确立帝国体制 这是一种莫大的恩惠 如果这一切成真 那么民国战乱将不复存在 中华民国将跳出历史周期律之体制炮灰的命运 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崭新的一页 然而 历史是现实的 袁世凯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革命党 用枪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 用枪就是要上战场 对于阴谋家而言 战场上用枪是最后的选择 决裂之前 袁世凯还要干两件事 把黎元洪抓在手中 增加自己的筹码 把孙中山忽悠进新政府 使之在法理上成为自己政府的一员 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 但袁世凯还是做到了 袁世凯选择枪杀武昌起义元勋张震武 然后把黎元洪暴露出来 让他和同盟会系统的革命党决裂 后面再说这事 如此一来 革命党人基本被孤立 成了孤家寡人 并在二次革命中输的一败涂地 袁世凯一边把黎元洪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一边花言巧语忽悠孙中山北上 孙中山和黄兴原本打算一起北上 张震武被杀 在南京革命党中造成震荡 他们担心袁世凯在北京摆轰门宴 把革命领袖一过端了 所以决定孙中山北上 黄兴称病留守南京以防不测 然而革命党把袁世凯看得太简单了 袁世凯确实要摆鸿门宴 但不是革命党人心中的那个玩法 毕竟项羽和刘邦那一套已经是两千年前的事了 有些低级趣味过时了 袁世凯要的是一种比孙中山和黄兴的性命更重要的东西 由于袁世凯忽悠功底过于深厚 各种花言巧语 甜言蜜语 把行走江湖半生的孙中山灌得迷迷糊糊 张震武8月16号被杀 孙中山还是于8月18号携妻子卢木珍和秘书宋矮陵北上 22号抵达天津 袁世凯派教育总长和工商总长专程到码头迎接 可谓重视 一行人从天津转乘火车去北京 袁世凯早已把北京火车站布置得庄严隆重热烈 现场人山人海 军乐队严阵一带 各种掌声和呼喊声 袁世凯派自己专用的金漆诸轮马车去火车站接孙中山 那拍头同等于皇帝 接到两旁军景如林 人山人海 整个北京城沸腾了 那是孙中山一生中享受到的最高规格的接待 孙中山搞了一辈子革命 都是刀口舔血 求人捐钱 同志之间的争吵之类的艰难事 还没有感受过如此场面 他被感动了 袁世凯就是要感动他 而这些只是开始 孙中山和袁世凯见面了 之前他们彼此较量 没有见过面 之后他们继续彼此较量 同样没有再见面 用一句话概括他们的关系 抖了一辈子 见过一次面 当然了 比起抖了一辈子 未曾见面的洪秀全和曾国藩 还算正常一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